刚才看了一篇文章 我不知道你们看到了没 说我们今年4月份 咱们青年的失业率 首次突破20% 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它这个青年的一个年龄界限 是指的16周岁到24岁中间 然后呢 这些已经进入社会的 应该大部分都是大学生 他们的失业率 已经在今年4月份 首次突破了20%了 也就是说呢 有10个孩子 他现在就业的过程当中 就有两个人已经失业了 而且这个年龄阶段 大部分还有很多的一些青年人 他不愿意 或者说不敢选择进入社会 他还在不断的考研 考术 甚至说考公园 大部分还在学习状态 为啥 因为他来到社会中 都不好找工作 你找了工作也很没失业 你就想现在这个救援压力 到底有多大 这些还不包含那些 拿着低型 甚至连自己的温饱 都解决不了的一些 在生存的基准线上 艰难维持这些年轻人 比如说前两天 我看到一个小伙子 他在上海求职的一个经历 三个月的适用期 在三个月不给买保险 然后呢 一个人就是干三个人的活 同时还得干保洁的活 同时还得干司机的活 同时还得干视频剪辑 策划 然后呢就是 包括这个就是运营 全部这个活 对他相当于一个人干五个人的活 一天工作得相当于16个小时 还不能保证 这个就是固定的一个休息日 然后他的工资呢 只有5000多块钱 那就业形势已经 巨大到这种程度了哈 我觉得真的应该提醒我们所有的 现在孩子还在初中高中 面临小中考 还有高考的这些家长们 你们应该真的要醒悟一下了 你们真的想好了 把自己的孩子 听了命的送到985 985211 或者说送到 本格大学以后 就让他换个学历 是为了让他 还是一样面临一样严峻的 一个就业形势和压力嘛 我不是说 因为这个就是 就业形势压力很大 所以没有必要让孩子 去考大学 不是这样子的哈 是要顺其自然 没有必要再这么卷了 你花了这么多的钱 让孩子上佛导班 他压力非常大 对不对 现在上高中的这个 孩子学压力有多大呀 一天只有四五个 五六个小时的一个休息时间 我们大人都顶不了 为什么还得 不断地去评判孩子 逼着孩子去学呢 孩子很累 你给他减减压嘛 没有必要让他去做 他自己根本没有能力 去做的一个事情 咱自己的孩子 没有那个天赋 他没有能力 没有可能性考上清华北大 你不要再逼他了 你现在把自己的孩子 逼到心里有问题了 你还得花巨额的一个 经济的一个费用 还得去给他去看心理业生 没有必要 真的没有必要 就在这种形式下 我劝所有的家长们 你什么时候松手 顺其自然 孩子能考什么样什么样 孩子呢 愿意早点进入社会 他去锻炼一下 反倒是个好事情 给自己的这个家庭 解压了松绑了 同时这个孩子呢 也自己松绑了 因为现在这个就业 其实压力太大了 如果家长们 不醒路不觉醒 还在逼着孩子的 卷来卷去 就各种的辅导班 各种给他施压 我最听不得 现在有很多家长 特别是高中的家长 孩子在学校里的 学压力都这么大了 早上五点多 就得洗刷 吃完饭 然后赶到学校 六点来钟就开始 上走自习了 在学校里 连喝口水都不敢 喝口水 八十的时间都没有 然后吃饭都得靠抢的 晚上每天吃饭 都不一定吃得上 每天老师批了 以后家长批 然后呢 精神都已经到了 极度崩溃的一个时候 每天只能睡 四五个小时的觉 有些孩子晚上做的夜 做的一两点钟 早上依然要五点 都能起床 就这种精神状态 快把我们的孩子逼疯了 有些家长在 好不容易 特别是高中 休息一天的时候 或者两周休息一天的时候 还得给孩子去 播一个辅导班 这种家长真的是有病 甚至有些那种 心里有问题的孩子 怎么养成的 都是自己这种家长 无知和这种愚昧 然后让孩子走 走上了这条路的 就不看到这样的 一个就业形势 所有的家长们 真的一个彻头彻尾的 刑警了 我是一心姐 点赞关注哦